刚才一开始已经预告了 也有网民帮我加油 JC他说支持比比 主持加油问到新的神秘股 所以我现在决定就要问你了 那你预告了找到一种好东西 你偶然会找到一种好东西 而且会全力帮大家看着 很负责任和大家看着你 有推介过的股份 所以也很有信心 想问你了 你找到一种好东西是什么呢 你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 你不用说神秘股 刚才说了国药 我们说经济日报说国药 26个多买入 24个多只蚀 上网30元 因为人民币升值 通胀受控 药价分销 你记性不错 好了来吧 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推介 比比的推介又如何呢 其实这个我还是官网当中 简单来我先说个数字 好 但我提一提是比较高风险的 因为市值只有40亿而已 就是1033中石化油服的 主要来说就是冲击未来的经济 继续复苏 对油价会有支撑 除了油股之外的话 应该相关公司 即中石化 会提升一些所谓的资本性支出 中石化油服应该可以受惠的 第二 在图表上看的话 这幅图可能没有那么清楚 但如果你看到近期几个月的话 你看到之前 成交没有人提及这只股票 第一比较小的 成交也是低了的 但近期就算股价有些波动也好 成交是增加了的 似乎可能大家对于资源类 石油石化类 看好一些 开始有些人坐下货 所以我自己看的话 这只不是说今天升 即是今天推介 然后明天升那只 而且本身在近期来计算 其实又搞了一些波动 如果资源股的话 阿爺都出声 你的资源股 资源价格这样升 搞到我通胀了 我都要出声控制一下 所以暂时来说 可能都是以横行为主 但如果你肯挨低一点买入的话 我觉得以三个月的角度来说 胜算也是高的 不过又要提醒大家 因为这只股份 第一 40亿市值不算太大 第二成交是比较疏落的 所以只能够 你可能之前跟我们买了一些股份 是有赚了 接着用一些利润 试下可以用三个月的部署 留意这只股份 而我觉得 买入价格 一直都是低的了 不是差很多 下回0.73 0.72的话 我觉得 当然越低就好了 一定一定的了 0.72 0.73的话 以三个月的角度来说 胜算也是高的 我介绍得 我就会继续去观察住了 大概技术走势 和刚才所说的基本因素 都和大家分享了 我常常都会不断见不同公司 不断看不同的消息 希望找到好的股 但大家都有期望 我不会每个节目 每次上来都有一些股份 因为我觉得可以不可扣的 我最近整个第二季 都是说七少佛加十只金股 加起来都是十几只 即是同时间看着 就是这十几只 就不会每天有几只 都是一年推介几百只 我觉得 我差点了 我做不到 所以要时间去分析 是的 这十几只加上小金股 即是新的第十一个 即是十兄弟的第十一个小子 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那么挨低一点 0.720.73 可以大家考虑一下 是的 是的 比比刚才也提到大家 这个是一个比较进取的投资 大家作为一个短线部署 即是自己衡量风险 一定要 那我们就说一下其他股票 那就是1211 我要再说一句 其实最近它第三大股东 中信公布了会减持A股 减持A股的计划 它持有5.4% 减持A股的计划是落实了 正在做的 所以短期里面 可能会有些的波动 但是既然大家知道 也在说几个%的比重 应该就不是很大 但是起码说明这个风险因素 以及我们的研究当中 都有看实的 有些人可能说 哎肥仔 我听完你说 又说技术分析什么什么 又说基本因素什么什么 不是啊 股东狡辞啊 那我先说明 是的 是知道的 BANG 我先说明 我先说明